最新的F1S 最新的F1S那這次我只有買一隻 就是GT裡面的小悟空超賽型態 因為另外一隻我真的看不出來跟之前F1S出的 一模一樣的這隻悟空到底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就沒買 頭本體底座插銷 相信這個姿勢這個pose一定大家不陌生但是套用在GT版小悟空變身成超級賽爾人形態上面的話 的確就是 以市面上來講的話是稀少許多 整隻的表現出乎意料以外 畢竟現在對F1S已經有點麻木了 整個頭料感覺哇 非常的好看 用了一種這種比較暗色的 漸層 在臉部的兩旁以外 眉毛的塗裝還有這種怒吼的表情 頭髮髮素感很粗的裡面 附滿了髮絲紋 整個頭髮加上 臉部表情 真的非常香 再加上這種爆氣的形態使得他的腰帶 這樣往上飛揚的感覺 哇超有FU的 配上了上半身 這個藍色的衣服 皺摺的感覺後面 的線條感 下擺的部分 銀河這種爆氣飄揚起來的樣子 下半身褲子 的樣子 非常非常的俐落跟好看 尤其是皺摺 跟有漸層的這種 黃色色結的搭配 然後後面也是 不再是只有一個單一色系 而是有這種漸層感 霧黑的鞋子 整個 超級好看 護手腕的地方 紫色 的呈現出來 然後肌肉線條 小肌肉表現 好胸肌的部分 是很不錯的 這隻小悟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尤其是還原程度 這個優點的話真的是非常的無敵之多 還原程度頭雕全部都是算一個水準之上 甚至連服裝 服裝的這種顏色搭配相當相當的好看 再加上它爆氣的模樣 腰帶跟衣服下擺有飛揚起來的樣子 整個動態的表情呈現了無敵之棒 那如果你說要缺點的話缺點就是 只要是小悟空的東西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的肌肉線條的感覺都沒有那麼強烈 尤其就是在陰影感的部分 這是一點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是非常討厭這種大地台的樣子 你這一隻可能就直接可以略過 因為他又好死不死的FES 就是喜歡給你這個圓形的非常佔空間的大地台 大底座 那這一次小悟空也是沿用一模一樣的底座 所以這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整個架上地台騰空的感覺 相當無敵之帥氣 如果你是小悟空迷的話 絕對一定要把這一隻列在口袋名單裡面 我個人覺得相當無敵之好看 畢竟FES已經很久沒有給人家這一種的感動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看 你在 看看 maan ? いる Luigi 網